對於罵劉德華演唱 中國人是同戰提到大鐵板 遭到粉絲管爆開罵 王定宇在嗆唱中國人 不應該就像段凡宋忠實的歌曲 光回歲月和海過天空 在大陸也不准唱一樣 但網友光速打臉 因為這兩首歌 從大陸的抖音、校園、餐廳 節目到電視劇 到處都聽得到 網友鳳 自律雲怎麼有臉 罵別人獨裁敏感的歌 在大陸到處唱 反倒是民進黨想搞淨唱 難道是被打臉打不逆 偏要再次大翻車提鐵板 這在對岸是風神的歌好不好 這比樣在對岸 這是各種歌唱員 王定宇直接點名你 你是台灣之詞 你跟王毅川都是台灣之詞 不只劉德華 每次幾乎都唱中國人 天王周杰倫 也不止一次這麼講 身為中國人的驕傲 就是應該我們要說中文 中國進行宣傳前向大使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網友說我們不叫中國人 不然是叫治本人嗎 國民黨打死不敢提中國 整個國民黨加起來 都不如一個周杰倫 中華民國 最大在野黨 安靜如生 靜落寒慘 連你的黨名都不敢講 真的是丟死人 民進黨痛恨中國 兩個字狂講抗中保台 但到底有多愛台 只小心大媽黑熊學院 是這麼愛台的 黑熊學院是這麼愛台的 你卻有論述我台旁邊 黑熊學院不就摘了 你卻有論述 講道理 講道理就是 你不會做時事 所以講些鬼頭蠟絕 身房人員 醫生人員 還有公園 所有人都在看數 有的話一手中國人 如今成了招妖禁 讓政壇 仇泰全都現行 記得林新鮮是郭豪 台北報導